前面说了,不与秦塞通人烟 所以他描写的这条太白鸟道 应该就是处于秦鼠交界区域的路 就是位于陕西的秦陵主峰太白山 山上有三国时期的古战道 非常狭窄,所以称为鸟道 西当太白有鸟道 这个当字有解释为挡 就是说太白山挡在西面 也有解释为面对 因为从长安到汉中的主要鼠道 在太白山的东侧 是一个相对关系 从陕西汉中过阳平关 进入到鼠地 接下来的鼠道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鼠道 前面的太白山一段 其实是闪道 李白说这种危险的自然地势 本来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谁要是硬往上闯 那肯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确实有人用生命为代价 影响了这条路